一部没有台本的旅行纪录片 为了不停机地记录每个精彩瞬间 镜头使而会摇晃 因为不完美 我们才更真实 这是一个日本人的小学同窗会的照片 乍一看上去像是普通人 实际上他们有着不寻常的经历 其中有一个人叫安达蒙 是我们节目上一集的主人公惠里的父亲 安达蒙先生 1939年出生于中国湖北省 这个是长的 我待会了 这是怎么拍摄的 我们的兄弟 这是我们的兄弟 这是班主人的 1947年他开始在北京的一所小学上学 当时班级里还有另外几个日本人 我希望来到中国湖北省里的 我希望来到中国湖北省里的 我们的兄弟 我希望来到中国湖北省里的 中国湖北省里的 这是我们的 那你呢 是你啊 好 这个日本人的同窗会 到底有着怎样的过去呢 现在是一个交通发达 人口流动激烈的时代 一个人为什么要生活在那块土地 一定有着很深层的理由 这集讲的是安达惠里和他父亲安达蒙 还有他爷爷安达次郎 祖孙三代的故事 东京严座 这天惠里邀请下 导演参加一个聚会 你说今天他参加一个很有趣的活动 好像在这里 我会忘记一下 你他的爸爸是吧 是是是 你好你好 不好意思 你好你好 你是日本人吧 当然 他也是日本人 但是会说中文 是我们生在中国 在中国长大了 啊 在中国出生的 14岁就回到日本了 啊 是吧 不是这样子 啊 可以 我喜欢 你喜欢博士尼 这是我们年代的 哦 帽子也很酷 很酷 对服装有讲究 是吗 是 听说他今天要参加一个活动 是 是我们这个在中国小学 那个在北京的华裔小学的那个聚会 哦 你的小学的 嗯 这是我哥哥 哥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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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也是医生的 他不是医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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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医生的 是医生的 这天 安达蒙先生参加的是 母校八一小学的同学会 五月会 三星期间 四月 三星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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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大半 她是在写真 是 你缴湿 是 五月会 四月一三月 一穆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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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一年多多 对 二穆多了 二 Quini十五世代 他们的父母都是当年参加了解放军的日本人 他们的父亲或母亲原来在中国时都是医生 在国共内战的时候 他们作为共产党的随军医生 有的去了前线 有的在医院工作 而孩子们则在北京的巴依小学上学 1949年中华人民共同成立 我们都参加了典礼 在北京吗? 凄凄 但是在学兵完了以后我们参加了典礼师们对一匹拿着鲜花 融到天面说好多吃饭吃 你做了吗? 当然我做了 凄凄 大家参加了吗? 参加了 他们参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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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新的了吗? 才能是 query 是的 他们参加了 孩子们可以更新 我们是计常学校的小学校 所以 是 在修学校的时候 falar 家里天池 我认识到八六郎前线 我说了什么事吗 我已经在1900年以后 中国人们的忌心感 所以我认识到中国人们的忌心感 所以我认识到中国人们的忌心感 我认识到他们的忌心感 当时安达次郎先生 作为隋军医生一直在前线 说是想给我们看他父亲的资料 于是导演在安达蒙先生的邀请下来到了他家 我喜欢你 我完全读不到 什么写着呢 我没有解释 这是我们的父亲 这是我们的父亲 这是这个人吗 这是我们的父亲 这是我们的健康 我们的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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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达茨郎先生 1911年 五岁的时候 来到中国 毕业于满洲医科大学 1945年 凭借着高超的医术 他加入了解放军 据说 其实当年 也同时受到了国民党的邀请 在修宣北京 回到北京 我当时 有很多国民党 都来到国民党 所以 共产党也来到 所以 他们说 他们都没有进入 国民党 在国民党 看着 然后 在国民党 有什么污衣服 但是 有点 有点 可能 将来 共产党 中国的国民党 中国的国民党 国民党 对 大体 60名 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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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防补 破旧的衣服 所以 戦争 很激烈 所以 父亲 在国民党 三年 国民党 在国民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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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在国民党 都一样 都是一重 一周 一周 入住 但 我们在国民党 大体 国民党 都一周 都一周 我父亲 都在国民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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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人 都在国民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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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太不一樣了 所以最後面就有護膚 為什麼毛毛不見? 為什麼毛毛不見? 為什麼毛不見? 為什麼毛不見? 但是這個… 是用手袋的… 而且這個袋子 你幾歲? 這是… 不是不是這樣 這個… 非常有幽默感的安達猛先生 他這樣開朗的性格 應該是遺傳了父親 安達次郎醫生 喜欢用笑话来鼓励她的病人 为了逗乐她的病人 她会用中文去模仿一些人气歌手唱歌 或是卓别林等一些喜剧演员的动作 病人们都说欢笑过后 自己的疼痛会有所减轻 因此她是一个非常受欢迎的医生 那个时候前线だから 如果人对了祸谷に任何时 。 Avatar中通病人的死者 北上中最頭属受ighStudio WYYouThat hadn't Park了 Lariza 次 气 中 北再 垢 背 我不是在那裡的地方 我只是在那裡剪掉 你聽到話嗎? 我可能不在那裡 我現在也不在 我只是在那裡聽到 我女兒也聽到幾次 幾次聽到 她在韓國說了 她又在韓國說了 她想說什麼事情 她想說什麼事情 今夜的事情 什麼事情 這天 在安達先生家附近的飯店 有吃晚饭 晚上也是中华料理 怎麼樣? 真好吃 真好吃 好,辛苦了 謝謝 謝謝日本的回國肉 跟昨天完全不一樣 超天氣的 超超天氣的 日本的 超天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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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完全不明白 對 對 我今天覺得很美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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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達姆先生 1953年回到日本後 因為憑藉自己擅長的外語 成為了一名國際機場的管制員 受到爺爺和父親影響的惠禮 20歲時來中國留學 現在在上海 是一名很有人氣的美家師 我突然知道 我突然知道 我自然和父親親講的話 所以 我突然知道 我突然知道 我突然想要出事 我突然想要出事 自然 突然想要出事 所以 我突然想要出事 我突然想要出事 一末的寂寞 或是 危險 所以 那時候 我突然想要出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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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我突然想要出事 那時候 我突然想要出事 那時候 因為 那時候 我突然想要出事 那時候 我突然想要出事 所以 下次 我突然想要出事 我突然想要出事 而無人的括弱 affectserschwell… Inspector… talk to?? 私相手では しょうがないでしょ?! 又就是... 今天也是... 那麵 我一直都要找อย ideological 请你最 ע 只要貼其一切 Uni,我最初是 天啊 movie 独自 怎样 所以 有不值得很强 有没有的话 如果有的话 对 有的话还是继续坚持 这集的抽奖是这个